累計至4月13號 全台一共有82例確診個案是來自美國 因此指揮中心將規劃 只要從美國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回台民眾 將一律優先到防疫旅館居家檢疫 防疫旅館內無論清潔或是接待人員 防護衣護目鏡全身包緊緊 房間內個人毛巾用品多到數不清 用完直接交給政府指定廠商消毒 防疫旅館做好事前防護 想進入可不行 檢疫民眾與外界隔絕 面對紐約返台旅客 將比較高規格集中管理 都會有派專人進行消毒 包括看到牆面地板桌子電梯 另外珊瑚公主號返台旅客4人確診 有網友指出明明3月疫情已經緊張 5號還搭乘郵輪遊令人難以接受 郵輪客也讓指揮中心繃緊神經 指揮官城市中提到 美國周圍海面還有40幾艘郵輪 13多萬人正等著靠岸 有沒有台籍旅客正在確認中 從這裡回來看起來風險真的是非常高 那也準備要三彩英來確認相關的情況 不過對於台灣防疫部署下一步 台大公衛專家建議用快篩抗體試劑 工業院研發的核酸分子快篩偵測儀的雛形 13號亮相 快篩偵測儀可檢測新冠肺炎 無症狀潛伏期患者一個小時內可知道結果 準確率高達90% 外型輕巧約600公克是全世界最小 預計7月就能量產 6月底將會先生產10台測試機台 搭配1萬劑試劑在各醫療院所進行測試 解釋中的下雨台北採訪報導